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大家好我是陈锋 欢迎收看台股 赵链家 一个陈锋 三个地方 同步使用 前进 与前同行 各位 这个是我在 上个礼拜 12月23号的时候 在中天电视台 跟大家做录影的 当时我怎么说的 台积电的概念股 秀出了三档 1560的重杀 障丁 所以这个节目 在12月24号 我就在我TG的社群平台 同步 把这样的一个YouTube连结 告诉大家 台积电 就在明年的某一个时段 它即将要爆炸性的演出 各位 是爆炸性的演出 很多投资本 还是把那个行情 纠结在现在目前是 哇 一万八千 一百点 好高好高好高 都不敢买 又有谷先生 各位不知道 谷先生是谁的话 去Google Google一下 就知道谷先生是谁了 越寒 心越寒 谷越寒 他说 哇 这个这一波 要来大的修正了 眼见为凭 你看到什么了 你看到什么 今天台积电 待会我们来解释一下 所以为什么要加入我的TG 为什么要加入我LINE的官方账号 的原因就是 最新一步的一个行情呢 我会提前在这两个平台 跟大家来分享 尤其是TG 互动性更好 互动性更好 所以如果接下来 中砂你错过了 中砂你错过了 麻烦你回去再看一下我的影片 23号的影片 里面还有两档 我也告诉你 但隐藏版的呢 我已经在今天的 不管是LINE 还有我的TG呢 同步都有两档 隐藏版的 还没有人发现 还没有人发现 所以 它的成交量呢 还没有放大 可以让你低接 可以让你低满 因为你们进场的点 就是神秘券商的成本 所以LINE 跟TG 赶快来做一个加入 所以今天的台股呢 我想非常非常的呢 精彩哦 长荣行 我打算在这两天 告诉你 法人成本是多少 所以锁定我的LINE 后黑 为什么突然来这一下 突然来这一下 是要告诉大家说 每一次啊 大家在心很慌的时候 其实我对投资人 就是觉得 每一次都被这个新闻 来恐吓的时候 我都很想要拿个大声工 在盘中就告诉大家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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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锋的简讯 陈锋的抠讯 会帮助你度过 每一次的震荡 每一次的震荡 所以 昨天告诉你 台股呢 功臣之战 一万九千点 我不是随便说说 也不是说为了 华众取宠 跟你讲两万 跟你讲两万一 一万九都没有来 何来两万 何来两万 但两军对峙 你觉得今天的空方 是仰空吗 还是要仰多 你光是这样想 你自己都错乱了 你今天有没有真实的看到 这个盘是 这个老大哥 这带头大哥 今天至少 有四家外资 持续在 台积电的一个 一个走势上呢 助了一臂之力啊 助了一臂之力啊 为什么我也知道 昨天陈锋老师不是告诉大家吗 这个盘 22点 133亿的成交量 这有人出货吗 你说哇压尾盘出货 我会告诉你 真正的出货是什么 现在这里的股票 有几档 的确是出货 可是不是前锋部队啊 不是跟指数 不是说跟指数有关系的啊 跟指数关系的 没有人在出货啊 没有人在出货啊 大家都是心理上在出货啊 不敢买 因为一万八没有人看过 就像去年 一万三千零三十一点 突破的时候 谁看过一万三千零三十一点 被突破 谁看过 这一次谁看过 一万八千零三十四点 被突破 谁看过 都没有人看过 干 但是什么 但是怎么样 但是这绝对是有机可循 会不会到一万九 我一步一步拆解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告诉你 21号是洗盘 洗盘你怕什么 告诉你20号是洗盘 21号继续涨 27号又告诉你说 K指要逐渐的攀升 成交量不必要 可以要带上 也可以不用啊 因为这里没有人敢买 谁敢买台积电 今天还在谈什么 台积电颈线会不会过 你们都把一个思维 都限缩在那个K线图上面 线索我要打破你们的框架 所以我说背离即将化解 即将化解 所以今天的高点 K指来到多少 八六 各位我讲KD 背离你们最喜欢听的 那在前一波 大概在11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高点 K指是多少 顿化后的K指是多少 八七 差一 差一 外资在操盘 不会看KD值啊 不会弄一个KD背离给你们啊 不会啊 不会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想法 这个思维给打破 你要厘清 你厘清了之后 我才告诉你说 来 接下来就是谁来 来当这个冲官的角色 冲官的角色是谁 2330的台积电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这些利多 你看清楚了 我没有再跟你谈K线 我没有再跟你谈颈线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跟你谈颈线 我也可以讲了 一口好的 好的怎么样 好的K线 来我们来看 哦 有没有看到 现在新闻都跟你讲说 哇 这边有个颈线 这边有个颈线 那颈线 那这边怎么会突破呢 假突破 这拉回 又一个底 你说好 那这个 有些人就说 周老师 那这边有突破 哪是颈线 好 那不好意思 那我换一个角度跟你讲 我说的是什么颈线 我说的是 10月初 到今天的这个小颈线 哎 有没有 就散过这个头了 真的是这样看的吗 我们来看周 我们来看周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缩小 下跌量缩嘛 上涨量增嘛 下跌量缩嘛 那 请问下 这个上涨量能要不要增加 要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就在我录影 12月23号 在电视台录影的 我已经把 这个时间点 预告给各位投资朋友了 预告给投资朋友 什么时候 外资会来拉 但外资会等到那天吗 人家是提前布局啊 提前卡位啊 不是涨上去了才卡位啊 涨上去了卡什么 对不对 一买就卡到了嘛 卡在那里嘛 动弹不得嘛 成风不做这种事 成风不做这种事 所以我告诉你 无奈米 人家有业绩嘛 人家高通 人家 Intel 人家 超纬AMD 还有苹果 还有连法哥 全部都要 那你觉得 三星跟IBM 开发出一奈米的 很神奇吗 先能够市场 再说啦 开发出一奈米又如何 你没有市场 你怎么知道 你的良率多少 所以开发一奈米 很多人说 哇台积电竞争力不行了 所以今天这个台积电 盘是谁推上来的 我告诉你 至少四家外资 来推台积电 这办法是 投信啊 投信要做账啊 你也帮帮忙 三万多张的台积电 今天开盘不到 不到两个小时 就已经成交量来到 1.7万张了 投信哪有这么多买盘啊 不要认为投信很猛啊 最猛的就是外资啊 外资昨天买差 你说哇 外资什么 傻傻的 耗呆 买在高点 各位人家的思维 为什么外资 可以成为常胜君 为什么外资 可以左右台北股市 他们看得够远 就跟陈峰告诉你 台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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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d money吗 死钱吗 加上2.75块的现金股利 再加上去 台积电多少了 617.75了 617.75 还原全值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 陈峰老师看多指数 不是说他都不会休息 我没有这样讲过 可是大方向的一个加权指数 是不是就一直沿着五日线 这样上去 是不是一直沿着五日线上去 所以沿着五日线 靠台积电可以吗 联发科是不是在创新高了 我们也有联发科啊 长荣是不是持续的一直往上走 第一次提醒 第二次提醒 当时叫提醒 但是我们会员是怎么样 买进的 第一次我们买进是多少 11月12号 113块的长荣 这时候的长荣 破了很多线啊 怎么敢低接 怎么敢在 前一天是跌停 而隔天 11月12号 10点 快将近10点半的时候 为什么我敢买 你觉得为什么敢买 贸易要恢复正常了 底牌技术 主力筹码K 综合的因素之下 我们在11月12号才有第一次的买进嘛 第二次的买进呢 第二次的买进呢 12月15号 一路的坚持 一路的买 一路的看好 就是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里是多头 如果 陈锋不相信这里是多头 不相信这里是 能够把指数往17000 18000 接下来有机会到19000 这个过程之中 我不买 我不买这些前锋部队 我不买这些当家主力 台股的当家主力 那我不是错乱了吗 你觉得我这个话可信度很高吗 很低呀 告诉你指数会创新高 全部都跑去买 小型股 小型股能撑得起 台北股市的一片天吗 全部都买小型股 陈锋是怎么样 配数 配数 6层到7层的 都是这种 大的一个方向 前锋部队 两大三层 一些比较股性活泼的 来告诉你要贵行情要来 他们两个是同步的前进 不是单压一边的 不是单压一边的 所以你看 过去我们的一些股票 包括现在都还在进行 都还在获利的 待会会讲到中美金 还有刚刚讲到长荣 还有什么 加登 连发科 全部都是 所以每一次的抠讯 我告诉大家 138站稳 什么时候告诉大家了 12月21号 138站稳 就没有问题了啦 就没有问题了 今天多少 今天多少 143.5 今天一开盘 9点4分 这一封安心的简讯 我就给我的会员朋友了 什么安心简讯 142等下就拉过了 等一下就拉过了 拉过去之后呢 就守住 去报 行情要来了 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今天如果你还抱着长荣的 你很怕的 你像孤儿的 没有人理你的 还是突然呢 过了你的成本价 解套了 你才有 才有收到相关的一个讯息的 陈凡老师都能够在你 报的过程之中 扎扎实实的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底牌的技术 告诉你主力筹码K 成本到底是多少 这就是操作股市啊 这就是操作股市 所以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 这个图 红框栏框 红框栏框 然后一根线往上 那学校长荣的行情会怎么样 你自己看了 你自己看了 讲太多了 中美金 这个市场规模 没有这个市场规模 你认为中美金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规模 不到100块的中美金 我都嫌贵啊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规模 3.94兆美元 兆 一条啦 台语叫一条啦 没三条 没四条 中美金 100块我都嫌贵啊 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慢慢推 慢慢推 你说这不好是好慢啊 来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一档 你一档你可以买1000万 我有这个底气 你可以买1000万 你敢吗 你说什么老师我不敢 对了 人家有钱人敢 有钱人敢在190 180甚至是去年就开始布局了 我们跟的是什么 法人的操作 有钱人的操作 超级有钱人的操作 这些都是怎么样 上柜的 上市的我也给你了 上柜的我也怎么样 帮你照顾到了 这不就是看多指数吗 这不就是看多指数吗 这不就是我们的核心持股吗 所以我们一路这样走下来 很多人说 诶什么老师 你这个股票这样上去了 这样上去 感觉都好慢喔 获利 获利是怎么样 透过时间 负利负利滚出来 你的血球会越滚越大 这才是主流 来我们来再看一次 我们看一次 我们看日线 我们看日线 好我们看日线 来 一档一档来看 上去主流 45度上去主流 上去 有没有看到 来 有没有看到 好有没有看到 上去有没有看到 这边 一个上去 45度上去主流 上去主流 这边呀 我们买进之后 它就45度往上走了 45度往上走了 甚至我在 上礼拜四告诉大家的 中沙 在电视台告诉大家的 大家如果有仔细看我的影片 是不是这样也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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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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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上上去了 直接就上去了 在这里跟你讲的 12月23号 就在这里 我点这里 这里跟你讲的 来不来得及上车 完全来得及啊 完全来得及啊 你会不会相信 台积电可以带动多少 多少 多少的供应链 多少的供应链 我们再来看一档 不是这一档 三幅画 熊熊代码忘了 不是这一档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三幅画 三幅画也是其中的一档 一档什么 厉害的股票 全部全部都是怎么样 都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包括再生金源 3583再生金源 星云 全部都是啊 1560中沙 也是再生金源啊 还有两档 在我社群 在我的TG 都秀出来给大家看 你们可以去看 去加入我的TG 真正告诉你 行情就是要来了 或者是说 行情正在路上 你只是不知道 你只是一直错过 所以为什么 我们每次在买股票 我们没有在看什么 我们站稳记下 当然有时候 跟投资人在讲 这个股票的时候 我们会用均线来告诉大家 真正的底牌技术 不需要看均线的 不需要看均线的 我们看的是什么 买进有没有机会涨 买进有没有机会 让投资朋友赚 买进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让投资朋友 买在相对低点 12月23 这档股票 会员都知道 你们细心一点的 纵使你们不是 陈文老师的会员 你们也知道 这档股票 到底是哪一档 23号买 已经持有了嘛 代表我们做过了嘛 代表我们做过了嘛 再买回来嘛 再买回来嘛 今天是不是又有价差出来了 陈文老师做一天吗 只做一天吗 没有做一天 不是做一天啊 草短线好累啊 好累啊 我们要的是什么 看能不能够20% 30% 的一个获利机会 所以接下来 再过两天 两个交易日过后呢 明年新的虎年 陈文老师带你怎样 飞虎再现 跟着老师再创 辉煌的胜利 陈文老师带你 虎年到底要买什么 我准备在廉价的第一天呢 熬夜苦战 我告诉大家 2022 要虎扬威 拿五大类 其中要哪一些股票呢 是具有 陈文老师的专场 我来帮你挑 不用电脑劲啦 不用选股软体啦 我人工来帮你挑啦 我人工来帮你挑啦 我的头脑比AI好啊 我来帮你挑 不需要什么 等到他 秀讯号给你 太慢了啦 太慢了啦 他一定要拉上去 过了一个价格之后 才会触动他的策略 我不需要他拉 我就知道 接下来 明年 第一季 会涨些什么股票 要虎扬威 2022 五大投资亮点 这个财神爷 我送给你 怎么得到 怎么得到 完全免费 只要你加入 陈默老师的 LINE AT的官方账号 官方账号 就这个QR Code 就这个QR Code 帮我扫描 那陈默老师 会在12月31号的 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会把这样的一份报告呢 公开在我的 LINE AT的一个留言板 现在叫 叫什么VOOM 我都叫留言板 首页 官方首页 你就可以看到 接下来虎年 这五大产业 到底是什么 提供你虎年呢 在投资上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参考 而且让你接下来呢 能够在新的一年 投资非常顺利啊 要记得按赞 加分享 我包准你 投资幸福一整年 投资幸福一整年 因为接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万八到接近一万九 往上供给呢 需要很多的股票呢 来一起共襄盛举 陈默老师也希望 你能够在虎年呢 新的一年 能够采满金满 所有的钱呢 都归你自己 都归你自己 那也希望 锁定12月31号的 台股的 站内家的一个首页 官方的一个首页 你就能得到 这些相关信息 密切锁定 今天节目呢 时间关系就到这里 台股站内家 明天下午 我们同一时间 再会 拜拜 拜拜